您好欢迎收看这节的产业快讯 汉维科计划发行400到500万股的GDR海外存托凭证正式启动 为了吸引国外法人机构投资 他们会在香港新加坡还有旧金山这些地区来举办海外法说会 在第四季推出毛利率比较高的新产品 希望能够挹注明年上半年的获利增稳 不受景气影响 电子数检测设备龙头汉维科看望未来两年半导体产业 虽然面临呈霸光学室检测领域多年的美商科类 来台挑战龙头地位 甚至隔空喊话 直指电子数和光学检测的互补组合 才是晶圆制程控制的最佳解决方案 汉维科非常有信心的表示 客户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产品 我觉得今年至少目前看起来 好像应该会比去年好 汉维科计划已久将发行400到500万股的GDR海外存托凭证 也正式启动 将在香港 新加坡 旧金山 纽约以及伦敦等地举行海外法说 汉维科强调进行增资计划绝对不是缺少资金运用 而是期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法人机构投资 推升公司更加国际化 虽然8月合并营收只达到4亿元 月减13.42% 但将在第四季推出结合跳蛙式以及连续式扫描两大优势的新机台 跟上一代机型比较整体效能大幅提升 可望退山明年上半年平均销售单价上扬 以及毛利增温带动获利成长 福利学卢关宇台北报道